国家统计局5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.1% 比上月小富贵落0.1个百分点 那从分类指数来看 在构成制造业PMI的五个分类指数当中 生产指数、新订单指数、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零界点 从业人员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低于零界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 4月份PMI指数与去年同期持平 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走势平稳 随着助推消费政策措施的落实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 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起到积极作用